NBA球星们的财富和生活方式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他们从一无所有到财富滚滚而来 这种转变之快令人震惊 NBA不仅是篮球技术的舞台 更是财富的摇篮 想象一下 即使是在NBA中收入最底层的底薪球员的收入 就足够我们奋斗多年的收入 更何况顶级球星们 他们还有着丰厚的代言和广告收入 他们用这些财富过着奢华的生活 从定制豪华跑车到私人飞机 从奢侈珠宝到天价的庄园 他们的消费方式五花八门 尽显富豪风范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些花费似乎是天方夜谈 但在NBA球星眼中 这只是日常 所以当谈到NBA球星的花钱方式时 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阔绰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NBA当中 谁是出手最阔绰的球员 排名不分先后 如果一漏欢迎评论补充 1.詹姆斯·哈登 詹姆·哈登 哈登的个人薪资可谓不菲 在火箭队效力的几年里 他挣得盆满钵满 他的生涯总薪资已经超过2亿美元 这对于任何一位球员来说 都是一笔令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不仅仅在球场上 哈登也在场下展现出了 非常好的队友品质 经常给队友送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 比如球鞋 耳机等 在火箭队效力期间 签下大合同的哈登 还给队友们送了一台iPhone8 即便是像周琦这样的底心球员 也受到了这份礼物的款待 此外 据称在火箭队 哈登还曾为队友们支付过大多数罚款 因为一些底心球员的薪资 甚至不足以支撑自己的基本生活开修 这种慷慨大方的行为 使哈登不仅在场上拥有兼容性 在场下也是个备受尊敬的好队友 2.肖恩·坎普 Shawn Kemp 坎普是90年代最初次的大前锋之一 职业生涯中一共赚取了近一 5亿美元的薪资 然而 尽管拥有如此巨额的收入 他的生活却并不平静 据悉 坎普一共拥有多达11名私生子女 每年光是赡养费 就需要支付数百万美元 这还不算他自己平日里巨大的开销 在2003年 坎普刚退役 就马上宣告破产 从亿万富翁 轮为裙光弹的际遇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 即使拥有巨额财富 但在没有理财规划和节制的情况下 财富也可能会瞬间溜走三 斯科蒂·皮鹏 Scottie Pippen 虽然皮鹏的财富 无法与乔丹相提并论 但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 至少赚取了一 两亿美金 是无数普通球员 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不过 皮鹏在生意场的成就 并不像篮球场商那般光彩 光是金融投资 就让皮鹏损失了2500万美元 而且他的挥霍程度 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位超级巨星 私人飞机 游艇 名车这些能买的他都买了 最终入不敷出的皮鹏 只能宣告破产 4 克里斯波什 Chris Bosch 比起前面几位 波什的这种花销 就非常的平常 这在NBA当中并不罕见 那就是在夜场消费 现役球员当中的哈登 在他的职业生涯前中期 痴迷于夜场 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 哈登在夜场 都可以被退役了求一 热祸时期的波什 打出了绝对的统治力 一纸大合同 自然不在话下 此前在夜场玩得尽兴的波什 直接在夜场狂撒美元 看着大把大把的美元 掏出 波什一点都不在乎 这和他看起来 老实本分的外表 有着天差地别 不过别看波什爱撒 一看数额都是1美元 看来看似老实的波什 有一颗精明的头脑 哦 沙奎尔奥尼尔 是Q尼尔 接下来 我们来说说奥尼尔 奥尼尔在NBA联盟中 可以说得上 数一数二的传奇球星 他的薪资更是不用多说 随随便便几个亿 所以 奥尼尔对于自己的资金 也是有一番见数 在一次节目 受邀采访的时候 奥尼尔还为大家 分享了一件 非常有意思事情 就是在奥尼尔 交易到太阳队不久 他的心情非常低落 正好去了新家 也发现 缺少很多日用品 就顺手揣了一张银行卡 去了沃尔玛超市 这一去牛逼了 奥尼尔 扫荡了沃尔玛奖金 7万美元的日用品 这样会不会把超市的日用品 全部搬回家了 当时信用卡公司 还以为他的卡 被人盗走了 奥尼尔自己也笑称 他貌似又有一项记录 就是创造了 沃尔玛单笔消费的记录 而且他还酷爱收集名车 在他的私家车库中 就停放着超过40辆 各式各样的豪车 而在奥尼尔效力 其实对期间时 恰逢詹姆斯25岁生日 慷慨的奥尼尔 就买了一辆 劳斯莱斯幻影轿车 当作生日礼物 送给詹姆斯 6.吉尔伯特阿里纳斯 Gilbert Renas 沃尔玛 买7万美元的东西 这不稀奇 稀奇的是 还有球员 把鲨鱼当宠物养 这位有个性的球员 就是阿里纳斯 阿里纳斯 可是实打实 凭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在NBA力气的足 并且多年来 一直领军奇才的人物 他的薪资 更是直接上亿美元 所以这也让大将军 在生活上 可是挥霍归挥霍 他却选择挥霍 在一只鲨鱼的身上 据了解 要养好这一只鲨鱼 每天的费用 超过6000美元 这应该也是世界上 最富有的铲使官了吧 7.科比布莱恩特 Kobe Bryony 让我们谈谈传奇巨星科比吧 他可以说是篮球界 技巧单之后 最伟大的球员 我们都熟知科比的名言 你见过洛杉矶 凌晨四点的太阳吗 这句话显示了 他刻苦训练的态度 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私人飞机去训练场 会是什么感觉呢 作为NBA的一位顶级土豪 科比的花效也是不菲的 光是私人飞机的开销 就高达每天2000美元 但科比并不满足于此 他还大方地展示了 他的豪华生活 他坦言 他的直升机对他来说 就像他的篮球鞋一样 只是用来维持 比赛状态的一种工具 想想每天花费将近一 两万多元人民币 这种生活正是令人羡慕 像篮球鞋一样 我觉得我能买上 好几双篮球鞋了 土豪们就是话里有话 爸 勒布朗詹姆斯 Lebron James 作为一位超级巨星 詹黄当然不会输 在炫富的竞赛中 他的过去程度 可与任何人匹敌 曾经 他一次花掉了100万美元 分别送给了自己的 四个高中时期的好兄弟 一人一辆保时捷跑车 在热货时期 他给队友们 每人送了一条金要带 在骑士时期 他还替队友交罚款 至于自己 他花了数千万美元 购置了豪宅 豪车更是不计其数 还有人说 每次李一次发 他都要支付给 理发师5000美元 相当于34万元人民币左右 真是真正的土豪 网友们调侃说 和我做朋友吧 9 阿伦艾夫森 Allen Everson 艾夫森的花钱方式 可谓与他在篮球场上的名声 不相上下 当年在NBA的火爆程度 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库里 詹姆斯等人 他的总薪水 加上代言广告之类的收入 一定高达2 5亿美金 他直接将这2 5亿美元的全部身家 挥霍一空 最终导致了破产 在法庭上 他甚至告诉法官 他连一个汉堡都买不起 换做普通人 就算上大街撒钱 恐怕也要撒很久吧 艾夫森沉迷赌场 贪恋美色 还养着一群狐朋狗友 他还包办了他那些 狐朋狗友的衣食住行 据悉 艾夫森光是在夜店消费一次 就高达十几万美元 对于他来说 花钱可能从来都是毫不畏惧的 因为他并不缺钱 能够将2 5亿美元都挥霍完 这样的花钱方式 足以让艾夫森成为最扩期的土豪之一 10 迈克尔乔丹 迈克尔乔丹 最后就来说说乔丹 他的传奇事迹就不必球哥多说了吧 要说到NBA当中最挣钱 最奢侈的球星 毫无疑问 乔丹在这方面上有自己的话语权 球员时期的乔丹 在目睹一位公牛小将 开着法拉利来到场馆之后 乔丹转头就对他说 我下周要开着不同颜色的法拉利来到训练馆 果不其然 下一周的五天时间当中 乔丹每次来到训练馆 都开着和球鞋颜色一样的法拉利 这让公牛小将看得是望洋心探 也不得不探服 乔丹在某些方面是确实能够让人没脾气 虽然相比于现在动辄二 三亿美元的超级合同 乔丹在NBA职业生涯中的薪资并不是很高 但在他那个时代 几千万美元已经是了不起的数目 要知道那时候的NBA球员年薪也就几百万美元 甚至几十万美元 不过退役后的乔丹 当上了一个老板 在2010年的时候 就宣布乔丹成为了山猫的大股东 这大概也是历史第一位 职业球员的球队大股东了吧 当老板上瘾的他 近几年又爆出乔丹参与收购了一支棒球的球队 就是MLB球队迈阿密马铃鱼队 也就是说乔丹现在是两家老板 好了 球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观点或是建议 欢迎给球哥评论留言 一起讨论吧 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